Hello 你好 你好 卢台长你好 你好 东西打通了 打了好茶一些 每次我都都努力的打 谢谢谢谢 这是关西一普 小西姐我跟关西一普 已经说过了 请说 我想问一下 我儿子呢 就是九十二岁 他呢老是说 这是没记性 我明明学好这个东西 后来我就说 念念那个金金 金金如果小孩 念几遍比较好啊 金金呢一般的念七遍 哦 念七遍 给他念七遍 金金不好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先天性的 还有一个就是后天的 那么先天性是什么呢 先天性就比方说 爸爸妈妈呢 过去这个身体不大好 孩子的时候身体不大好 那么在这个智力上啊 对孩子会有些影响的 明白吗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后天的 后天的就是说呢 比方说从小培养的 好吃懒做了啊 然后呢 就是就知道完了啊 实际上就说明 他的整体的智商不开发 哦 那么这样的话 要不断的念心经 哦 不断念心经 嗯 还有要注意 这小孩子如果 经常 太早成熟的话 哇 如果他的 过去一直记性很好 而且太成熟了 对女人特别注意了 那么你就要 就要开始关心他了 哦 因为小孩子如果做一些 像小孩子 很小的时候 不懂事情啊 看了些色情的东西了 然后呢 不断的做一些 自己 自己的这方面的不好的行为啦 那么他的记性 也会很快的掉下去了 哦 他因为我发现他 他说上个学期还好 不会这样子 突然这个学期 很努力读书了 但是呢 明明知道 写这个东西的了 但是到考试的时候 就写不出来 嗯 这有两个情况 一个呢 就是他的经济状态不好 也就是说 他一考试的时候 他会nervous 会紧张 一紧张之后呢 他做功课的成绩 就大不如以前了 他做功课是蛮好的 嗯 那说明他 说明他不是一种 其实性的 就是记忆力不好 而是就是说 他本身的心理素质不够 哦 明白吗 明白明白 他的心理素质不够 嗯 所以就让他念金经 要多念金经 而且都要念 要念一遍礼佛 他才会问 哦 礼佛 要他念一遍礼佛 嗯嗯嗯 好的好的 大悲就要不要 大悲就肯定要了 要三遍 三遍 嗯 好的 嗯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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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感谢观看